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神很奇妙的安排 在一月份非常的特别 我在两个星期的主日前 是在洛杉矶的基督之家的第二家讲道 然后上个主日是在基督之家的第一家讲道 没想到今天是在这个湾区的基督之家第五家讲道 这个真是很特别 这个洛杉矶那个是去年就安排的 那这个也是最近安排了 所以没想到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跟基督之家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其实这也不奇怪 因为在1970年 可能我们在座很多人还没有出生 在1970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要成立这个中华福音审学院 那个时候寇监督啊 还有这个吴勇长老啊 戴绍真牧师啊 他们就到高雄去邀请我 到去跟他们一同来建立这个台湾 这个中华福音审学院 那那个时候我是百般不愿意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菲利普电子公司做经理 那我觉得很好我也在那里服侍族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后来我经过祷告以后 觉得神有这样子的带领 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就一起上来 所以从1970年就跟寇斯远监督 还有几位这个当时候建立这个中华福音审学院的人 我们一起在那里把中华福音审学院建立起来 那时候非常的小 就借一个宣教室的宿舍这样子来开始 那没想到今天神这样子使用这个中华福音审学院在各地 所以我这一次来是到我们的这个北圣 审学院来教这个教务博士班 那虽然是现在目前这个规模还小 但是呢 却是借着基督之家第五家这样子来做一个开始 我相信也会像以前我在这个华省一样 这个小小的神学院会成为一个花灰神造就工人的一个地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有愤于在基督之家第五家 你们也在为这个神学院有祷告有奉献 请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因为在这里还有从这里就因为陷入了关系 就跟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有连结 所以呢你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将会影响到全球的华人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看重这一件事 而且也好好地为这个北圣神学院来祷告来奉献 我相信神一定会赐福 借着这个神学院来赐福给五家 也赐福给基督之家 也赐福给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新堂 在这里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神 那真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各位我们今年这个基督之家 第五家的主题是什么 这么少人记得啊 好不好大家齐声同声大声的 包括线上的 大家一起讲好吗 掌成基督的声量 是 掌成基督的声量 那么要掌成基督的声量就要怎么样 就要灵命迈向成熟 所以呢 那这也是我今天的主题 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成基督的声量 那各位你先看这个 这个我这个标题 这个图里头你看到了什么 麦子 这个麦子是直的呢 还是弯的 为什么是弯的呢 熟了 饱满了 它就弯了 各位你知道这个跟成熟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它是弯的还是直的 直的 直的 觉得很了不起 觉得很不错 我在教会里头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算是蛮好了 但是一个人 当他越来越迈向成熟的时候 他一方面 他自己饱满 可是在饱满的时候 他就越谦卑 那当一个人饱满 却是谦卑的时候 那就是他慢慢的迈向成熟 不是说他已经成熟了 这个也跟年龄没有关系 也跟在教会里头 做什么 做长职 做传道人 或是做小组长 这些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 能够在灵命上 迈向成熟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来看 无论你在教会里头 什么样职务 或者是我们今天 也有新来的朋友们 大家都一起来思想 那当我们要长成 基督声量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在灵命上 迈向成熟 那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里头呢 我就特别让你们看到 这是保罗 在祖后61年到63年之间 当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的时候 他写这一封书信 给哥罗西的教会 那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 保罗从来没有去过 哥罗西的教会 是保罗的同工 在那里来开始 这个哥罗西的教会 而且哥罗西的教会 是由信徒所开始的 所以各位 你可以知道 我们教会里头 有传道人 有长老 非常的好 但是常常是 这些信徒 他能够被神使用 来建立教会 那保罗虽然没有去过 哥罗西教会 但是当你看他 在罗马的监狱里头 当他写信给 哥罗西教会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那我曾经去过 这个小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那哥罗西呢 我大概五六年前去了吧 那个时候 哥罗西还没有挖出来 还在这个山里面 那其他很多地方挖出来 我想你们当中 应该有些人去过 特别是以弗所教会 就以弗所城 就挖掘了 大部分都挖掘出来了 但是哥罗西还没有 那保罗在那个时候呢 保罗虽然没有自己亲身 去过这个教会 但是在灵里头 他非常爱这个教会 所以他在这里 就讲了一句话 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 我们来把这三节的圣经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线上的人请你也一起读 你在线上 你是在那里做礼拜 我不晓得你身上穿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穿这个礼拜天 来做礼拜的衣服 你有没有准时上线 因为你是在家里 做礼拜哦 你不是在家里 翘着二郎腿在听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 在线上 虽然我们有种种原因 你不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你在线上 仍然跟在实体的一样 我看我们在实体的 大家都穿着的非常的整齐 那这个本来是敬拜神 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你是在家里敬拜神 同样也是这样子的态度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好 谢谢我们先停留在这个经节 我先再把这个经节稍微来解释一下 因为我不是在这里做专题演讲 我是把圣经里头的话 把它带出来 然后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里保罗就跟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 我虽然人在罗马 那你们在小亚西亚的哥罗西 我虽然跟你们相理 但是心却与你们同在 心却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我的心非常的关心你们 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一句话呢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你们有读圣经的背景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有一些异端进来 那这些异端就迷惑了这一些 在当时候刚成立的这些教会 所以保罗心里头也很着急 那也是要劝勉他们 要在神的真道上要站稳 所以他说 我身子所以你们相理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寻规道具 那这个寻规道具是军队里面的术语 因为保罗在监狱里头 他看到这些御灵精 他看到这些军人 他们是怎么样子操练的 他们是怎么样子穿着非常的整齐 所以他这个寻规道具是 用当时候在军队里头的术语 那希腊文把它翻译出来 寻规道具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然后他这句话说什么 我就什么 我就什么 欢喜了 我就欢喜了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保罗是一个性情众人 虽然你看他写这个罗马书 气势磅礴 但是他是在心里头非常的柔软 他有为父为母的心肠 所以他在这里跟他们讲 然后他讲完了这句话之后 这个第六节前面有一个所以 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 但是在原文里头是有的 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那在这里我要给你们看 这里有四个动词 那这两句话 这两节圣经里头有四个动词 这四个动词我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 那就是要让你特别注意 所以如果你能够记住这四个动词 那你就会往这个灵面迈向成熟的方向走了 所以我希望你这四个动词你要记起来 而且这四个动词呢 每一个动词的语态都不一样 在我们看中文圣经看不出来 但是他其实有这个意思在那里头 这里就提到说 所以那所以当然就是因为 因为他前面所讲的 第一节到第六到第五节所讲的这些话 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那在第七节四个动词 那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都接受主耶稣基督 但是你要想要尊他而行 你不只是听到 你要行到 但是你要怎么做呢 这四个动词 请你注意一下 在他里面生根 先是生根 这个生根呢 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动词 就是说你已经在耶稣里头生根了 然后你就要继续的建造 这是一个被动的继续连续的动作 就是说你要继续的被建造 所以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这个信心坚固也是一个被动词 就是说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被造就来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那这个教训就是使徒们所教导给哥罗西教会的教训 感谢的心就会更增长了 增长这个字不是一个形容词 是一个动词 就是这个增长 另外一个意识就是满意 就是说你们感谢的心就满意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从这一段圣经 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这四个字 就是生根建造坚固满意 这样记得吗 我们说一次好吗 生根建造坚固满意 那我们刚才我们谈到what 就是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现在谈好 就是说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生根建造坚固满意 以至于我能够生命迈向成熟 以至于我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那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够做一点笔记 那是最好 因为教会在这里有一个空白 不是要你画图了 我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地方讲道 那我讲完道下来 有一个年轻人就把他的周报拿给我看 我说你周报拿给我看干什么 原来他周报这个 给这个听到笔记的这个空白 他画了一张我的肖像 所以他整个讲道 我讲道他都在画像 那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我都有 我的大纲很清楚了 那我的教学也是这样 因为我教学几十年了 那所以各位就你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写下来 那这个无论是你小组讨论 或者是你要做家庭祭坛 再跟你的家人分享 是一个很好的资料 好 我们首先来看圣根 圣根于基督的生命里 我要谈到我们怎么样圣根 圣根于基督的生命里 圣根于神的话语里头 我要从这两方面跟各位谈到圣根 那你右手边你看这个图 你就看见 这个根渣的生不生啊 生啊 那根渣在里面看得见吗 看不见 看不见 但是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这个看不见的才重要 看得见的大家都看都差不多 但是里面就很重要了 那不晓得在你读圣经的时候 刚才在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 他说生根于基督的生命里 那在这个的前面有一句话说 你们既然接受 祝基督耶稣 你们要注意 祝基督耶稣 我们平常说 我们信耶稣 我爱耶稣 但是他这里不是说 你们既然生根于耶稣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比较注意一点 比较深入一点 这里怎么没有讲说 生根于耶稣啊 我不是常常在讲 我爱耶稣吗 可是这里讲 祝基督耶稣 那我们从耶稣 其实这个都是同一位 但是为什么从三方面来讲 耶稣我们都知道 耶稣是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 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最基础的一个定义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从这里头被救出来而已 我们还要接受这位耶稣做我们的基督 就是做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权要交给他 那他是我们的基督 就是这位弥赛 他更是我们的主 Kulios 这个主 这个字 这个主 他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他的管家 各位 请你记得 你不是说 有时候我们都是 你来信耶稣吧 来信耶稣 信耶稣 得永生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说法 没有错 我们信耶稣 得永生 但是我们不是信耶稣而已 我们信耶稣 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基督 做我们的王 我们更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他的管家 所以各位 你们在世上生活 你是一个管家的角色 他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我们信耶稣 跟他建立了 这个子女的关系 我们是神的儿女的关系 但是我们既然接受他 做神儿女的关系 我们的主权就要转移了 从前是你做主 现在是让耶稣基督来做主 所以他是你的基督 他是你的主人 然后你在生活里头的表现 你就是让耶稣基督做主 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那我们可以去郊游 去走走 但是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那你就是因为你有尊他为主 所以你会这样做 或者其他的人 就是到处去走 所以各位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是我们必须要在生根 在基督的生命里头 你就会知道说 你所信的这一位 不只是耶稣 他是主基督耶稣 好 感谢主 那这个在圣经里头 也是让我们看见说 我们怎么样子来扎根在神里面呢 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二节三节 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 那在这里呢 在希伯来文里头 这个这人变为有福是放在前面 有福啊 这个人 他喜爱耶稣的律法 昼夜事项 在这过年的时候 你需不希望你成为有福的人 只有几个人希望耶 好像大部分人都不愿意 这个线上的人 你喜不希望啊 希望 大家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 所以我们华人甚至把这个福字 倒过来贴 就福从天降 那的确是我们福从天降 我们没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福 必须要从神那里 何况福又是神字旁啊 所以各位你可以知道 我们中国人以前造字很奇妙了 好 那这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像一棵树 在在吸水旁 按收结果 我们的基本常识都知道 当它在吸水旁的时候 那它自然能够吸收那个养分 水分 那叶子不顾干 反正它所做的 尽都顺利 所以各位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你们还记得吗 请你看 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往下什么 扎根 向上结果 你可以看到 当你看到这些果子这么的漂亮 但是你要知道 它里面是生根的 你看它的根 错综复杂的 深深的扎在里面 所以很自然 它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所以当你看到 你所看见的 就是这些长老 这些牧师 这些教会里头 主要同工 他们在主里头 很能够发挥他们的功用 那其实 这个是你所看见的是果子 但是上 下面是根 这个根是看不见的 但是确实很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神学院教课 那我一大早去 因为我在神学院 我做行政副院长 所以我就学校的行政 维护各方面 我都要关心 那我一次 有一天晚上 红刮得很大 所以我一大早 我就到神学院去看看 看看昨天 有没有什么损失 那是在南加州的时候 那一天早上 我也有教课 早上九点要教课 那等学生来 我先去看了 就看到有一棵树 倒下去了 我就仔细去观察 我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还好 这棵树是往路边倒 不是往屋顶倒 不然的话 这个屋顶就遭殃了 那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学生说 请你们先跟我来看一看 我就带着一些学生 他们也不晓得 我要带他们到哪里 因为神学院里头 那个时候 有一百多棵树 神学院有一百多棵树 是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神学院 正道 美国正道福音神轩 那现在没有了 因为现在 因为神轩改建 所以那些树都拿掉 哎呀 真是可惜 那 所以我带学生去看 我说 你们看 这棵树 其实也长得不小 可是为什么会倒 他们一看 立刻就知道答案了 你们也应该知道答案 为什么 根太浅了 所以它这个连根拔起 整个根都落在外面 也就是那些根而已 其他有些比它小的树 没有倒 一百多棵树 就是只有这一棵树倒 所以等于就给学生 上了一个机会教育的课 那各位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我们生根 接下来 我们生根 在基督的生命里 刚才已经提到了 其次呢 我们要生根在上帝的话语里头 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 我看你们的教会 非常重视神的话语 甚至有真道学访 这是真是非常的好 我希望我们 我以前在幕会说 我常鼓励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你反正你走 你开车一趟来教会 用的也是那些义务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 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校 我不叫做主日学 我叫做主日学校 主日学校 你来参加主日崇拜 为什么也不顺便来参加主日学校呢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举两得嘛 反正你花那一趟的油钱 但是你却能够享受到两堂的 这个主的粮食 所以生根于神的话语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保罗在那里提到说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那就是早期这些使徒们 当他们到哥罗西那里去的时候 给他们一些很好的真理的教导 所以叫他要能够把他把持住 把神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 那你们在戏谷这个地方 那这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但是不管科技怎么样子变化 日新月异在变化 你们也都知道 但是在这多变的世代里头 我们要持守这个不变的真理 那就是神的话语 我不晓得各位你们 虽然你们工作都很忙 有些是家庭主妇 有些是在科技公司工作 那也是夫妻两个人都一起工作 都很忙的 但是你有没有把读神的话语 每天在神面前安静 当作你的first priority 你的优先次序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不要你举手了 因为你自己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注意到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QT 你知道QT这个字吗 Quiet Time 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怕忘记 那我教你 我要QT 我要QT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天没有QT 两天没有QT 真奇怪 真奇怪 会很奇怪了 说你既然是要追求神的话 怎么没有QT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QT 那就像诗篇119篇所讲的 说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他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要生根 所以既你们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了 那你就要生根了 等于说 You have no choice 如果你要长进 那你就一定要生根在基督的生命里 生根在上帝的话语里头 You have no choice 或者的话 你就是维持现状 那我们知道维持现状就是落伍 不是说你维持现状就停留在那 不是的 你维持现状就是倒退了 就是倒退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动词 第二个动词是建造 这个建造呢 英文是Being in Build Up 就是说继续不断地被建造 继续不断地被建造 那你怎么样子继续不断地被建造呢 在这里我要从四个小点 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写下来 等一下我再问你一下 看看你记得吧 那我们怎么样子被建造呢 在个人的生活中被建造 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个人的生活里头的建造 那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个人的生活里头被建造 因为你过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基督徒生活 你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做礼拜 这个是你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不是你的全部 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 所以我们一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 你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能够有好民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好的见证 这是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QT的重要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建造 你要先从你的个人开始 个人之后再来是什么 家庭 你的家庭也是要被建造 那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有我们的家庭 有的人你是原生家庭 就是说你过去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那你有你的原生家庭 如果你结到婚姻以后 有你自己的家庭 那我们常常很容易 会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你说什么是 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 我也参加教会的聚会 参加教会的活动 我也有奉献 我在教会里头都有参与 也很好 要我做什么呢 那我回家 我们家人也都来做礼拜 这个我们也都在教会 进进出出 那这还不算好吗 当然是很好 但是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 基督徒的家庭 也许是一个人信主 也许是爸爸信主 或妈妈信主 那在教会进进出出了 这个当然很好 但是你认为 基督徒的家庭 跟基督化的家庭 一样不一样 只差一个字呢 只差一个字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因为基督徒的家庭 就是以教会为中心 不是说以教会为中心不好 但是你的信仰 好像就停留在教会 在教会 反正教会的活动 教会的事情 我都参与很好 但是你没有把这个信仰 带到你的家里头去 你在教会里头 可能是很热心的弟兄 很热心的姊妹 很热心的长直 但是你的家人认为 你这个爸爸做得不好 你这个妈妈做得不好 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啊 有啊 所以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把信仰带回我们的家里 在我们的家里头生根建造 然后把信仰 甚至可以带到我们的家族 在我们的家族里头生根建造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来看 在家庭的关系里头 那这是我自己的家庭 我就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夫妻 我们夫妻都超过80岁了 都已经80岁了 那然后我们的 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儿子有三个孩子 女儿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有四个孙儿女 那我从小 我从小我的父母 我们有 有些人认识我们的家庭 我们八个兄弟姐妹 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 我父母就是带领我们做家庭礼拜 就是家庭祭坛 然后我这两个孩子 当他们还在家的时候 即使后来他们不在家 我们也是常常都是有这个家庭礼拜 然后我们每两年一次 我们就全家一同出去旅游 借着这个旅游 我们也全家人在一起 可以有做礼拜 分享各方面 所以这个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我不把它当作是花钱 我觉得这是投资 因为我们投资在家庭的温情里头 我们投资在信仰的传承里面 所以我们每两年一次 我们就到不同的国家 到那里去 大家事先都约好的 像今年我们四月 我们四月我们就要一次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今年的七月 还会有一个是我们的家族 请你看 这个是2018年 这是2018年的我们家族的聚集 我们借这个洛杉矶郊外的一个旅馆 所有的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过来 那我们也是两年一次 所以等于说两年是我自己的家一次 两年是我们输家一次 所以等于每年我们都会见到面 因为输家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回来 那所以这个坐着的这一排 这个就是算是第一代 就是我这一代的 那你们中间有些人认识 顺风 顺风坐在中间 所以我们坐着的 这是我在最左边 还有是师母 这样 所以我们坐着的是第一排 那站着的是第二代 站着的是我们的儿女第二代 坐着的这是第三代 就是再来 那这是2018年的 那本来2020年 我们没两年一次 本来2020年会再有一次 那2020年疫情 所以没有办法举行 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哎呀没有举行 太可惜了 那不然我们在线上吧 所以2021年我们在线上 所有的人都上线 所以我们有 大概有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这个是四天三夜的 是四天三夜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做礼拜 我们一起分小组 孙子们的一组 我们的儿女的一组 我们这些老了一组 我们有分组的分享 然后有全家的在一起的 那我们有些 每一次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都会有新生的鹰海 上帝祝福 所以每一次都有新生鹰海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 大家为这个新生的鹰海 祷告 那我们家里有好几个牧师 所以牧师就帮他 帮他奉献礼 那这样子 所以这个家族呢 就是这样子来建立这个信仰 各位请你 请你记得 我们绝对不是神仙家庭 我们是 也是 这中间有一些失败 有些人甚至也有离开的 都有 但是大部分的 我们都保持住 那我们也希望 这些少数这些离开的 再回来 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他会回来的 那就这样慢慢来影响他 所以各位在这里 我所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平常都很重视传福音 传福音对外传福音很好 这个是很好 但这是水平式的传福音 但是还有垂直式的传福音 垂直式的传福音 那就是你的儿女 你的孙儿女 到底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信仰这么好 那你就要想办法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 那这是一种的方法之一了 那现在有不少这样子的书 来帮助你们 刚才主席也有稍微提了一下 我有一本这个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就是在谈到这一方面 那这个不只是家庭 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而且是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那所以你们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看 那你就会有一些了解 那最近很奇妙神在做工 最近有一些新的书在出来了 这个就是说 祖父母怎么样子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 第一本中文的书已经出来了 这是翻译的 然后第二本是华人的祖父母自己写的 他们写他们的经验 怎么样子带领他们的下一代 这个第二本也快要出了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他们都要请我写序 所以我都大致上都有先 我要写序我要先看过才能够写 所以这是 所以各位其实 现在慢慢在注重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里头聚会聚会聚会而已 你一定要把信仰带回去 带回去你的家里 那求神帮助你 给你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做 这个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希望不要拖得太长 那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也建造 我们在教会里头 我们有很多这些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服事的过程里头 你也能够成长 然后我们在职业的领域里头也要成长 在职业的领域里头 各位你们都在不同的公司里头工作 那这些职业的领域里头也是帮助我们 职业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谋生的地方而已 职业就是我们在那里来传福音的地方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到 这个教会是借美国人的教会 很大的一个教会 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 当出去的时候呢 在他们的这个墙上有几个很大的字 You are entering your mission field You are entering your mission field 就是当你从教会做完礼拜出去的时候 你就是进到宣教的工厂 各位 我那次看了这句话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的确 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个教会里头这样子做而已 而是当你离开教会 我们来教会是做什么 我们在教会来领受神的教训 领受神的教训以后 难道就停留在你这里吗 不是的 You are entering your mission field 你进到你的家里 家里是你的mission field 你进到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是你的mission field 你进到学校 学校是你的mission field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第五家的missionary 所以不是只有那几个我们所支持的 这些宣教士才是missionary 我们每个人都有missionary的身份 好 我们再来看兼顾 第三个动词 兼顾 me confirmed 就是让我们继续不断地被兼顾 那这里是提到信心的兼顾 那信心的兼顾到底信心是什么呢 其实信心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动词 其实不是动词 信心是名词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名词 但是信心其实是动词 信心是要采取行动的 所以这个信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信是所信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信心是一种看见 在这里提到 当我们说主赐你平安 这个shalom shalom这个字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来得到平安呢 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是一种看见 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 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 所以各位 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哥林多后书 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 不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眼睛看见的 让我们会失望会飞心 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 我们用信心的眼睛 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希望 那个应许 因为这是在神的话语里头的应许 所以各位 这个信心很要紧 那这里说 你的信心要不断地被兼顾 那到底信心是什么呢 有的人 有人问一个信徒 说你常常去教会 请问你所信的是什么 他说我信的就是我们牧师所信的 那他就问他说 那你们的牧师信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牧师信的就是我信的 他讲来讲去 就是讲不出来到底他信什么 我们有这个普世大家公认的 这个使徒信经 那至少你如果这几个字 不是说你全部都要背起来 那些白字你不会背 但是至少我这里所写的红字 如果你能够把它背起来 那你等于把这个信心的内容是什么 就能够讲得很清楚了 我信上帝 我信耶稣 我主耶稣基督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耳宫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至少你这几个字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那这个就是普世公认的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这一个 那所以你至少知道说你信的是什么 那这也是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哥罗西书那里说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那这个就是我们信的内涵 那我们必须要 我们的信心要兼顾 那怎么样能够兼顾呢 我们从经历里头来得到兼顾 我们各位信心不是只有来做礼拜得到了 而是你在经历里头 你经历到一些患难 经历到一些痛苦 从这里头你去更认识这位神 那从鼓励中得到兼顾 借着不断的鼓励 地乡指面不断的安慰 来看到主所做的 是何等的奇妙 像最近我们都知道 这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在南加州 在北加州都发生 华人之间的命案 那这些真的是 那这些 有人就打电话给我 说那到底我们教会 能够为这一些受难的人 做些什么 怎么样给他们有一些安慰 他希望我也能够参与 那我是没有这样子参与 但是我给他们一些resources 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需要辅导 你可以找哪个单位 需要有人关心 你可以找什么机构 那这样子 至少我们 那许多在这一些经历痛苦的人当中 那不只是我们看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而且我们自己常常也会碰到一些困苦的时候 常常从这些艰难里头 我们来得到信心更坚固 那这个是 还有彼此之间的鼓励 也是非常非常的要紧 所以各位弟兄弟们 当你已经生根继续地建造 然后你的信仰坚固以后 你的喜乐的心就会满意了 满满的溢出来了 溢出来 那个香味就会溢出来了 那这个是增长这一个字 原来的意思是这样 好 所以各位我们在接下来 你看到 所以我们在过年以后 我们现在过年快要结束了 在这过年之后 我们感恩每一天的平安 珍惜每一天的喜乐 让平安喜乐能够充满我们的心 当你有生根 有坚固 有建造的时候 你这些喜乐就会充足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是来学习 说怎么样子在这个喜乐 在这个我们生活非常艰难的日子里头 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保持 一个感恩喜乐的心 那这个就是像诗篇42篇 第五节所讲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线上的也一起读 我的心啊 是大卫先对自己讲话 我的心啊 你为何游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那大卫是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碰到扫罗的追杀 困到这些在旷野里头流浪的日子的时候 他先问他自己 然后他靠着神的恩典 他自己回答 说我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当一个人会常常称赞 会常常赞美的时候 那他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他就会有喜乐的心在他里面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华人真有福气 我们1月1号过年 然后我们21号又过年 那在这个过年里头呢 当我们开始要进到2023年的时候 我们要有迈向成熟的心智 迈向成熟心智 就像菲律比书 各位你再一次看到 刚才这个卖穗的图 那就是再一次的提醒你 刚才我们讲过了 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饱足 你也会越来越谦卑 这样子 我相信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地 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保罗他在菲律比书第三章第12节 14节这里他提到了这一句话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虽然你在2022年 这几年的时间 你也很有追求很好 但是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说我重视这件事情 我重视这件事 就是什么 就是 请各位一同讲好吗 我只有一件事 这是什么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左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里 从上 那 各位你再看这个图 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那我们怎么样向左标杆来直跑 你看他是在山上 你看他跑的样子 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上步 是他 他很努力地这样继续地再往上前走 那短期来讲 就是我们的2023年 长期来讲 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我们建筑面的日子 那我们都是向左标杆来直跑 这个标杆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们今年的这个年度的标语 这个年度的标语是什么 我们一起再说一次好吗 掌承基督的神良 掌承基督的神良 所以如果你生根 你继续地建造 你被坚固 然后你喜乐的心涌出来 那你就开始继续不断地 往着我们掌承基督的神良方向走 你不会停止的 一直到我们建筑面的日子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各位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 能够点燃你成长的热情 你有没有这个热情 愿意继续成长 有没有 有 现在大家都回答 那线上的你有回答吗 有 好 所以你确信你自己 的确是可以从成长到成熟 你有这个决心吗 有 那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好吗 那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 你把你这个决心告诉神 不是我来替你告诉神 你把这个决心告诉神 说神啊 在2023年 我要开始不断地在生根建造 然后满意 那能够掌承基督的神亮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祷告 然后我们也借着 这个带领我们回应的诗歌 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 我们掌承基督的神亮 然后我们可以合一来建造神的教会